三胞胎 四胞胎生男生肌肉就開始增加 因為全部都女生肌肉 比如說雙胞胎的話只剩下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 因為百分之七十五會得到男生嘛 是 不過用這樣的方式去做人工受精 那如果是一男一女 你還要生嗎 如果不生的話是不是你的要放棄 就是像我 那三組我想問說 因為我到做人工受精 您這一種的費用多次會要自己付嗎 那好像之前 因為我們之前去做健保是沒給付 那在你們那邊的話 費用大概是什麼 人工受精 如果考慮打胎兒針的話 是用幾千元計算的 不過就是說看你做幾次 像有醫院的話就做一次 那就一次的發費 那如果做兩次的話 通常是第二次的費用會打很低的折扣 因為讓病人減少他的發費 所以人工受精如果說 他連同藥膠血的話 大概是一到兩萬之間 那如果說 擴掉 擴掉排卵針 就是有些人就是不打排卵針 會說 我只要吃排卵藥就好了 一泡多一兩盒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可能會 壓縮到一萬元上下 大概是在一到兩萬元這個範圍 是 這樣了解嗎 我知道了 謝謝 好 謝謝這位黃小姐 那我在這邊請教蔡醫師一個問題 因為剛這位黃小姐說 他做人工受精然後想生雙胞胎 然後又想要生男生 那這個我們做這個人工受精 可以去決定這個性別嗎 沒辦法 因為人工那個人工受精 他沒有做到胚胎這個層次 所以就胚胎的性別的篩選 是不可能的 那是所謂的四管嬰兒 那四管嬰兒現在的胚胎的性別篩選 那個人工生殖法第十六條第三款 他講得很清楚 不得從事胚胎性別的選擇 所以四管嬰兒其實性別是不允許的 是 但技術上可以 只是說這個法令上規定是不難的 但是他那個後面有彈書 假如說你是有一些醫療上的必要 什麼叫醫療上的必要 比如說全世界第一個做胚胎 企業病去看性別是在英國倫敦做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有一個家族的疾病 這個是性能遺傳疾病 他只能生女生 生男生都不行 我印象中好像血有病 所以他就選男胚胎放進去 他女胚胎就不要 是 對 所以他那是用胚胎性別 去避開某一些疾病 在這種情況下是允許的 所以你真的如果說要用胚胎去選性別 你必須要確定說 你這個動作是為了要避開某一些性戀遺傳的疾病 對 不過性能遺傳疾病其實不多 是 像比如說虛弱病這些很罕見的 在台灣地區 非常少見的 不是那麼多 我以前是碰過一個案例是所謂的 色式乘酌症 那個也是非常非常罕見的一個病症 那個也是需要做胚胎 走床前基因診斷 來看胚胎的性別 對 是 好 所以做這個人工受精是沒有辦法去選擇性別 那做這個試管嬰兒其實這個法令上也是規定不能選的 不曉得是說 因為做人工受精 我們經營有進度過處理經過篩檢後 我們醫院自己的內部統計跟 在比較國外的一些研究報告統計 做人工受精好像生男生的比例會比較高 就是說你不刻意 但是它出來的結果生男生的比例還是比較高 所以這是統計以上的數字的一個結果 有人就這樣解讀就是 有人看到這個報告就開始去分析 就是說 因為我們做人工受精一定會挑那種活動的比較好的精蟲 是 是 那精蟲 S Y精蟲 就是做為男生女生的那種決定的因素是 精蟲是X 進到卵子就是女生 Y精蟲進到卵子裡面就是男生嘛 那Y精蟲因為它帶著染色體的重量 低 少於X染色體的 百分之零 我經常是0.5 比較輕盈 所以它游得比較快 所以有人說 那種游得比較快的可能就是Y精蟲 所以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 我一次在我們醫院就碰到一個病人 從台北過來的 那他先生指的那種 因為我們的那個鏡頭都有 可以看精蟲 他就說 蔡醫師你幫我這隻游得很快 這隻幫我做 我要抓這隻 我要做男生 令人自己選擇要抓男生 對 就說我要這隻 我要這隻 我說游得比較快也不代表是男生 是 不過表示說 一般的民眾可能都有這個認識 就是 啊 游得比較快就是男生 游得比較慢就是女生 是 其實不是這樣子 對 這非常的有趣 對 好 那麼今天呢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就只能跟蔡醫師聊這裡 在這邊非常感謝蔡醫師 謝謝 資格晚安 是 那同時呢 也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繼續鎖定 祝你好運的節目 我們再會 哪些人需要做人工受精呢 一 輕度子宮內膜意味症 二 多狼性暖潮症候群 三 嚴陰不明不印症 或先生的精液品質 稍微差一些 但又沒有差到需要做試管嬰兒 人工受精要怎麼做呢 先打排卵針 等到力炮成熟 施打破卵針 在破卵針之後36小時 以先生的精液 洗滴之後 注射到開發的子宮腔 這個叫做人工受精 做人工受精